这一题,特别注意就是说 假设我知道这一边跟这一边的边长 可是我这一边只知道它的角度 那这个长度是多少 怎么去做 那这里其实就是 考你就是说你会不会用圆的方式 用圆去找到某一个 某一个什么呢 某一个这个焦点 然后再把最后的这一边给画出来 那也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斜边 那如果我今天有点像是用一个圆规 一样的道理 就是圆规今天假如说我这个圆规呢 我的这个长度给它95 那95之后呢 我如果画过来之后的话 一定会有一个焦点 那只是说这一条线我不知道在哪里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条线画长一点 利用这边画一个圆之后呢 就会产生一个焦点 产生一个焦点之后呢 画这一边把它画之后 上面这个部分再把它修剪掉 那这个图形就自然而然就画出来 所以画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这地方 第一个就是我在这里 先画一条线 然后这个线段呢 因为我不知道第一个线段多少 我可以画长一点 第一点在上面 第二点在这里 再折过来底下是80 我知道所以输入80按Enter 好 好了以后的话 接下来 利用圆当圆规 这个中心点 这个端点当中心点 画过来多少呢 因为它一定有个距离 那那个距离的话 就是它的半径 有没有 那半径的话是95Enter 95Enter之后呢 从这一点到这一点就是95 因为它半径有没有 会跟这边交 那也就是我今天如果说 从这个点画到这里的话呢 那这个边一定是多少 一定是 用标注里面的对齐式 因为它是斜边 从这边到这边一定是多少 95嘛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我这个95 那这一边就知道了 只是说这个圆就可以把它怎么删除 因为它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 有点像圆规一样 好 那再来的话 这边不是多出一 凸出来一个线段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修剪 按空白线 再把它点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部分就画出来 那最后这个尺寸是多少 那你可以用标注里面的线性 直接在这边 在哪里呢 这个端点 这条线的端点 当起点 一直到这里的端点 然后把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后求的 51.23 那底下这个线段 我们标注里面 再把它线性 齐点 再到这个端点 那80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求出 这一边的边场 好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